就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则是 小区中港国小所开办的智力营养午餐 就是希望让学生吃得安心 家长更放心 所以之前校方所担心的经费问题 也在教育局的补助之下获得改善了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长 日前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特地前往新庄区中港国小参访智力午餐 各区的配膳区的作业情况 并听取营养师简介说明智力午餐的特色 林局长表示 教育局也补助500万元的经费 希望让厨房的环境得到改善 参观了中港国小的智力午餐的厨房 也在去年度 在教育局跟教育局的经费之下 补助了将近500万元的这种经费 也把智力厨房的设施的部分 也做了一些充分的改善 提供午餐烹调的一个良好的环境 为孩子准备营养可口的这样子的餐食 同时我们也由我们本市的营养师 也编定了营养教育的教材 希望养成学生健康 而且良好的饮食的一个习惯 同时也特别呼吁我们的学童 那么在午餐用餐时间一方面养成洗手 清洁以及细嚼慢咽的这样的习惯 让孩子在学校里面能够享受美味可口的午餐 教育局说明了辅导学校 增设智力午餐的用意 希望把有机的观念带回家庭还有社区 政府为了提供让我们的血统 有营养的这个午餐 同时能养成良好的饮食的一个习惯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学校里面 从102年度开始推动了一周一有机的一个蔬菜 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有机的观念 透过学校学童的饮食 然后养成了生活的一个习惯 同时带回到这个家庭跟社区 中晚国小所开办的智力营养午餐 有了教育局的辅导学童吃的安心 家长更放心 永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